我从网上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香蕉 第一根胶 把它这个外壳拿走 然后咻 香蕉手里件 塑料的所以很安全 谁能拒绝一根会伸缩的香蕉件呢 下一根的造型差不多 这有个按钮 这外壳可以一层两层的扒开来 剩下一根光秃秃的黄棒子 这里打开是一个注水口 好吧这就是一根水枪 手动的没什么威力 但是这个造型或多或少 都带有一点侮辱性 下一条胶是3D打印的 可以剥皮 然后也是一个手里件 不过是弯的 这设定比较斜实 香蕉皮这里是靠磁铁连接的 不过弯弯的形状 捅起东西来还是有点别扭的 下一个是一把蝴蝶刀 香蕉蝴蝶刀 自然也是弯的 所以用起来不是太顺手 感觉折叠的不是很丝滑 当然了捅起来也不是很得劲 弯的嘛 下一个是一把萝卜刀 香蕉蝶蝶刀 自然也是弯的 所以它用起来也很难受 感觉不是很顺手 明明强强可以拿来捅捅东西 反正真的挺难用的 大概因为它是弯的吧 终于是给它甩出来了 第一次拍个萝卜刀还要剪辑 如果甩起来不丝滑的话 这个萝卜刀也没什么意义了 下一个 这是一个奇怪的摆件 香蕉狗 后脑勺这里是已经剥了皮的 没什么特别的 就这样吧 下一个也是狗 这个叫狗胶 一个没什么用 又有点抽象的毛绒小挂件 也可以当成骂人的谐音梗 你在狗胶什么 下一个也是个谐音梗挂件 交个朋友鸭 这个东西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好多 下一个是一个小夜灯 就这个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 下一个是个毛绒玩偶 香蕉人 它还挺主动剥开来了 挺好客的 把我都整不好意思了 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这个造型 美中不足的就是它明明有脚 但是站不住 还有这张脸也太猥琐了 不人直视 反正关于香蕉的周边还真的挺丰富的 可能大家都喜欢吧 今天就这样吧 下课